我的少女时代成崩坏年代 网友找茬只穿越又抄袭 大家来找茬 最近有一部很红的电影 叫做我的少女时代 这是一部台湾影评 很难得都推荐的一部好片 还被称赞是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女生版 声势好强大 第一个周末票房就铺了四千万 不过网友看了 好像有点意见耶 觉得电影既然强调 乖乖虎苏友鹏休学台大的1994年 but怎么会出现 外星宝宝资源回收桶呢 有网友就去调查了 环保署也说 这些外星宝宝1992年就全部停用 电影出错了啦 还有啊 女主角林真希 不是说是刘德华的铁粉吗 但是刘德华人行力牌这张照片 在网路上被真的铁粉拿出来 对照专辑说 明明就是1995年8月 飞得出了登峰造型精选专辑 也就是说 比电影设定的1994年还要晚 人行力牌根本就穿越了啦 更多人觉得这部电影 和泰国红片初恋那间小事 有太多雷同处 看了觉得超失望的 不过还是有人看了觉得感人啦 观众轻松看 不要那么认真 不就没事了吗